10月4号至7号 澳大利亚总理奥尔巴尼斯访华 并在上海出席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是2016年以来 澳大利亚总理首次访华 两国关系继续在回暖的方向上前进 值得关注的是 奥尔巴尼斯访华前 刚刚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 外界通常会认为 奥尔巴尼斯想要努力在中美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并认为这种状态将是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 长期会采用的政策 对此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宏 在接受关纳者网专访时表示 奥尔巴尼斯政府在中美之间各有自己的利益点所在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的是 澳大利亚是一个西方国家 而且是五眼联盟国家 不可能摆脱美国的影响 澳美同盟始终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基石 这一点不会改变 问题是澳大利亚愿意在多大程度上牺牲 甚至破坏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是可以在澳大利亚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上体现出来的 陈宏指出 这次访华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 奥尔巴尼斯是10月23号启程访美 但在22号下午就有总理办公室急急忙忙宣布访华的日程 实际上就是想在访美前锁定此次访华的行程 因为奥尔巴尼斯预估在访美期间肯定会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干扰他的访华计划 所以启程之前预先公布确保访华行程不会发生变化 这个动作本身就说明他对此次的访华有决心 并寄予厚望 这次奥尔巴尼斯访美 实际上主要是去讨论奥库斯问题 这也是上届政府的遗留问题 2021年9月 莫里森和拜登约翰逊共同宣布奥库森安全同盟 但到现在为止 仍是一纸空文 一事无成 什么都没有兑现 当时美国口口声声要为澳大利亚组建一支核动力潜艇 然而截至目前美国国会都没有批预算 澳大利亚国内根本没有这样的资金技术能力去建造核潜艇 既然是澳大利亚的大工程 同时又涉及到美国英国 奥尔巴尼斯政府不可能退出 至少要给选民一个交代 奥库斯的具体推进方案是什么 然而结果是 在联合记者会上 拜登表示坚决支持奥库斯的这个计划 但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实质性内容 所以阿尔巴尼斯在核潜艇问题上是空手而归 此外阿尔巴尼斯要谈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关键矿产 这个概念也是美国最近才制造出来的 矿产关不关键 衡量标准就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是否有好处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是全世界铝矿探明 储量最高 出产量最大的国家 2021年澳大利亚84%的铝矿出口到中国 2022年这个数字达到了95% 这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本土没有提纯铝矿的能力 只能被中国买来或运到中国进行提炼 然后再卖到别的国家或者是自己使用 美国看到澳大利亚能在这方面服务于其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 所以开始向澳大利亚灌输关键矿产的概念 美国甚至想要把铁矿石炼焦煤都列入关键矿产清单 要知道澳大利亚出口的铁矿石有70%运到中国 如果美国强行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对中国出口铁矿石的话 它完全找不到这么大一个市场来进行替代 对澳大利亚经济也是毁灭性的打击 说白了 美国就是想要按照芯片站的方式对中国搞所谓的关键矿产站 在一些中国需要的矿产上进行卡脖子 然而关键矿产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就是一个坑 如果它要踩进去的话 肯定会得到美国的赞许 但只是空口的赞许 这次阿尔巴尼斯防美空手而归 也为它在这方面和中国的合作增加了一些动力 此外 澳大利亚目前也面临着能源转型问题 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无核国家 没有一座核电站 所有的能源都是靠化石燃料 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碳清零目标 但从目前来看 这个目标几乎不可能完成 所以现在迫切需要清洁能源 发展绿色经济 在这方面 中澳之间的合作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澳大利亚地网人稀 无论是太阳能还是风力资源都非常丰富 而且还有很长的海岸线 而中国恰好有非常先进的光伏产业和风能技术 所以澳大利亚一直希望和中国开展合作 但来自美国的压力会干扰中澳合作 澳大利亚之前确实和中国有开展这方面的合作 但规模不大 如果本着务实和互利共赢的精神 双方的合作空间将是巨大的 此外从安全方面来看 现在世界冲突不断 亚太地区眼下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现在在南海地区进行搅局 包括怂恿菲律宾在南海发起和中国的争端 澳大利亚运往中国的货物贸易航线 基本上都是通过南海地区 如果南海地区发生动荡的话 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没有一点好处 所以要和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 进行互利友好的合作 同时南海地区又是一个主要航道 那么无论从战略层面 还是从当前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来看 澳方都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